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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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啤啤 今天做星洲炒米 家庭式做法 家裏有什麼就放什麼 油的份量可以自己控制 米粉爽口彈牙 不會一坨坨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開始吧 材料有米粉兩餅 雞蛋兩隻 蝦仁一碗 洋蔥一個 燈籠椒半個 紅蘿蔔細半條全部切絲 芽菜半磅 火腿兩塊切絲 昨晚吃剩的叉燒幾塊 蔥一棵 蒜頭兩反 先將米粉煮開 滾水或者熱水都可以 放米粉十幾二十秒 用筷子撩散就可以了 不用煮軟 也不要煮軟 待會炒的時候就會很美 散開之後 立即去沖凍水 過冷河 然後拿乾備用 放一點油在鍋裡 放洋蔥 紅蘿蔔和蔥白 用大火炒香 放四分一茶匙鹽 拌兩拌 然後推到一邊 補一點油 打兩隻雞蛋 包試一下 入面 把醬頭還夠 不甩 切成所有小切 把醬頭吃 然後炒 Once 然後再用一個位置放蝦仁 放少許鹽在蝦仁那邊 然後將所有材料都炒一下 放半湯匙自己喜歡的咖喱粉下去 再炒兩炒 放青椒 放芽菜 全程都要用大火 放米粉 用剪刀剪開會比較好炒 放1-2茶匙咖喱粉在米粉 用鍋鏟和筷子一起拌炒 記得全程都要用大火炒 炒乾米粉的水分 放1茶匙蠔油 放1湯匙生抽 繼續拌炒 每次放水分的材料都炒乾 再放下一樣 放1-2茶匙辣椒油 食辣的和想農味的就用湯匙 然後放1茶匙辣椒醬 繼續大火拌炒 放火腿下去 炒至米粉乾身 乾身就會自然一條條分開 不會一粒粒 嘗一下味道 再調適自己的口味 如果想有假鍋器 這個時候可以攤開米粉 每面煎一煎 煎至焦香再拌炒 這個家庭式的星洲炒米就做好了 最後灑上芝麻 那就吃得了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 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出一些簡單的食譜 未想到要煮什麼好 吃什麼好 可以隨時上來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 請幫忙分享我們的頻道出去 多謝你們的支持和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